2021年娱乐圈乱象频出 国家的整治行动也为娱乐圈的明星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娱乐圈绝大多数的艺人们都非常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 可是仍有一些人管不住自己 甚至触犯了法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明星也不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一旦犯法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之前就有一位知名的女星当街被捕 场面十分的狼狈 她觉得不好意思把面部遮住 可惜她未来再也不可能当明星了 那么这个明星究竟是谁呢 她又犯了什么事情呢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讲述一下这件事情 对于明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的事情 你支持吗 如果你觉得支持的话 请在评论区打上我支持三个字 这位知法犯法的明星就是来自香港的陈伟奇 虽然她的名字大家都不是很熟悉 但是其实她在香港有很多代表作品的 这其中就包括夸时代 以及唐心风暴三等等 可以说是有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而且长相也十分甜美 身材也非常的性感 所以她一出道便获得了很多粉丝的支持 再加上她本身演技也不错 所以很多导演都非常想要跟她合作 于是她参演的作品也越来越多 就这样通过她卖力的表演 为大家塑造了非常多经典的角色 慢慢的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或许这样看来大家都认为 陈伟奇的成名非常的顺利 但其实只有她自己知道 走到今天她付出了多少努力 最开始她参与的作品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 充满野心的陈伟奇 当然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于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成名 她选择了参加香港小姐 可惜并没有拿到很高的名次 只获得了第五名 不过她也并没有放弃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TVB看中 才成为了演员 并且陈伟奇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自己优势的演员 她知道自己的身材很好 所以她在电视剧当中 多数都扮演着比较性感的角色 这才慢慢的为她打开了知名度 可是或许这突如其来的成名 让她渐渐迷失了自己 忘掉了初心 这才导致后来这场悲剧的发生 事情发生在晚上十点 原本只是一场正常的车祸 一辆黑色的宝马私家车 撞上了一辆空载的出租车 幸运的是 两辆车的司机都没有受伤 现场的观众围观很快就报了警 交警也迅速地赶到了现场 由于时间的原因 交警们首先选择对双方的司机进行酒精测试 可是私家车的女司机 却坚决不愿意配合交警的工作 依旧坚称 自己没有喝酒 这个人正是陈伟奇 后来在交警的不断盘问以及警告之下 或许陈伟奇这个时候 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选择了测试配合 随后便发现她的酒精含量超标了 毫无疑问她这是酒驾 要知道 我国对于酒驾 一直以来都是严惩不怠的 一般人都知道 酒后不可以开车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交警们也会定期巡逻 就是为了防止某些人 喝完酒之后坚持自己开车 要知道一旦发生意外 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了 酿成的惨剧 足以摧毁一个原生和谐美满的家庭 可是事情发生之后 面对一片狼藉的现场 陈伟奇并不认为这场车祸的发生 是自己酒驾导致的 反而还对警察和对方公然挑衅 不过后来在群众的指责之下 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很快媒体记者也到达了现场 在对现场进行拍照的时候 陈伟奇羞愧不已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脸 甚至还试图把帽子戴上 希望记者媒体们不要拍到她的脸 可是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记者的加入 导致越来越多的群众进行围观 大家也都知道了 原来导致这场车祸发生的 酒驾女司机就是陈伟奇 最伤心的应该就是她的粉丝了 谁能够接受自己一直追捧的明星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为了能够让生活更加便利 很多家庭都会买车 所以大家也能发现 如今的马路上车越来越多了 堵车的现象层出不穷 所以交通事故也在不断地发生 严重的车祸会威胁他人的生命 导致多个家庭因此而破碎 酒驾这样的行为 还会大大的增加交通事故的概率 所以对于酒驾我们是零容忍的 之前也有过很多次 因为酒驾导致重大车祸的泄历 所以大家对于酒驾都是很排斥的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陈伟奇更应该好好地遵守法律的底线 毕竟虽然现在当明星的门槛并不高 可是大家对明星犯错的容忍度 是在不断降低的 既然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就应该更加约束好自己 一旦出现了严重的道德问题 那么将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等于说自己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此前已经有很多明星 因为触发了相关法律 让自己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 仅仅因为一时的偏差 导致自己亲手断送了自己 在娱乐圈的美好前途 大家也都为他感到惋惜 明星们应该也是十分后悔 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可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 事情一旦发生 就证明已经对他人造成了伤害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能够回到曾经风光无限的时候了 其实明星的存在本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大众需要娱乐 也需要榜样 很多人甚至把明星当作自己前进的动力 所以明星的存在 本来是充满正能量的 这也意味着身为明星 也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在公共场合 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或许很多人都说 不要对明星太过严苛 因为他们本来也是普通人 刨除明星这个身份之后 他们本身跟你我无异 可是既然明星 他们能够受到这么多的关注 拿着这么高的薪资 他们就要以身作则 虽然大家都是普通人 但是区别就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 会被无限地放大 可能普通人平时做错了 只是自己身边小范围认识的人 才会知道 可是明星一旦做错了 那么就会引起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并且互联网都是有记忆的 很多媒体也会把这样的事情 发在网上 很久之后 还有可能会被翻出来 当作他们的黑历史 就像这次陈伟奇酒驾一样 围观的群众 很多人都拍摄了照片 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也让这件事情的影响 不断地扩散 彻底断送了陈伟奇的心土 或许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陈伟奇的未来将会更加的红火 毕竟他自身的条件 还有演技都是非常在线的 只可惜这些只能成为历史了 不少人看到陈伟奇羞愧眼面的照片 都在猜测 他是不是非常后悔自己这次酒驾 当然他的想法我们无从猜测 但是现实是他的粉丝们都纷纷脱粉 并且在网上表示对陈伟奇非常的失望 毕竟大家当时喜欢陈伟奇 是因为他能力强 长得又漂亮 或许很多人喜欢他 也是因为他在某部剧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所以才会去关注他 但是能让一个粉丝 长久地支持这个明星 就要取决于这个明星本身 是否具有优良的品质和闪光点 其实 有一个能够让自己崇拜 而且喜欢的偶像是一件好事情 毕竟很多粉丝 就是因为想要离自己的偶像更近 所以才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可是或许正是因为陈伟奇在自己成名之后 收获了很多疯狂的粉丝 才导致自己被粉丝的狂热迷住了双眼 认为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 可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事情发生之后 正是曾经让他成为明星的粉丝 将他推上了热搜 不光粉丝 连路人都对他的行为表示非常气愤 相信以后也不会有导演再来找他拍戏了 而他如今这样的处境 在娱乐圈来说 虽然官方并没有发文封杀他 但是或许未来他也将泯然中人了 不过毕竟他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 凭借着他积累的经验 以及自身的一些本领 再加上他积攒的一些收入 相信他未来过得也不会太差 法律是非常神圣的存在 是不允许任何人侵犯的 并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明星就给你什么特权 并且身为公众人物更应该发挥自己自身的积极作用 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平时多约束自己的行为 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粉丝 帮助大家走向正轨 这才是明星存在的意义 以及明星最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只想成名之后带来的名利 而不为社会做出贡献 那么这样的高光生活也过不了多久 毕竟现在的粉丝 因为见过了太多的市面 大家都更为理智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家都有自己的三观 对于世界上的对错 大家心里都有自己的易感称 不会因为犯错的是自己喜欢的偶像 就多一份偏袒 大家也要记住 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 或者是什么样的理由 都应该遵纪守法 在做每一件事情之前 都要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 尽量避免一切不好的事情发生 是为他人负责 也是为自己负责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鱼记社长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